名称就直接复制贴上 后来发现其实因为我打错了 这个把它应该是CAI不是ACI 结果因为你名称不对 所以它出现那个什么Template 什么什么Do not address 所以就是会 后来我其实我有check到 我刚刚其实也发生一样的错误 只是我忘了把它改回 我没想到说大家也犯一样的错误 所以复制贴上还要注意一下 那当然步骤一就是先建这个Template 建的方法特别注意 里面的话关键的地方就是这个要变数 几个地方变数可能要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有个Hidden 这个Hidden的写法 不妨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取巧的方法 因为不管不一定是Jungle 其他的写法也可以类似用这样的方法 然后这边的话你也可以怎么 可以给他用这个RELAUD一个变数 另外封Color部分的话 当然你可以几种写法 你可以是用OK 你可以用双引号 金红色的话 其实你可以用金FF0000这样写法也可以 或者是刚刚直接用一个RELAUD也可以 这样这个也OK 两种方法 然后我们增加一个Template 名称叫这个 所以你check一下 我刚刚好像也也一样犯同样的错误 就是自拼错了 第一步Template加一下 第二步的话就是在Views里面增加IN跟OUT 所以我这边有一个IN 输入之后 然后丢到刚刚那个Template让它显示 所以这边会有个Locals 把这里面的变数丢过去 主要是丢这个Q 把这个Q帮我丢到这边 然后它再传给这一个Template就显示出来 这是几月 然后它输入之后的话 就直接帮我得到结果 OK 答案就OK了 不过会有个问题 刚刚我讲到就是说 如果我希望假如我那个回答 IN跟OUT的时候 你会发现上面OUT会出现什么 出现我丢的参数 这样的话人家就可以看到 到底我背后藏什么东西 所以如果我未来不希望让别人知道的话 请各位注意一下 就不要用GET 请你用POSE OK 改成POSE就OK了 但是Jungle里面怎么样改成POSE 其实不只是Jungle 其实其他地方 其他的网页也一样 如果你将来这个网页里面 不希望大家知道 你到底传什么参数的话 那你就不要传到上面 否则的话 当然别人看到就会有漏洞 所以怎么办呢 我改给各位看 基本上只要改两个地方 就可以马上变POSE 而且这个部分的话 其实网路上还真的帮我查 最后我是自己试出来的 两个地方就OK了 如何把GET改成POSE 那我带来DEMO给各位看 第一个 进到这个网页里面一样 我先输入一个错误的好了 输入1月 按CHA 送出 那你会发现 有没有 MAS OUT后面居然没有问号 也没有传递任何的 引数过去 那一样这边会显示REDEMO OK 我们再传一次 看是不是2月好了 对不对 还是答错 而且这边还是一样没有东西 那可是问题呢 没有东西 它怎么可以接得到 而且两边可以互相通讯 主要我是把GET改成POSE 就OK了 但是GET要改成POSE 会不会很复杂呢 其实不会 只要注意改两个地方就好 哪两个地方 首先的话 我们再给各位看一下 一 请你把那个网页里面 刚刚的HTML里面 改第一个地方 把原来GET改成POSE 本来是GET 对不对 GET 你又改成POSE 这样就OK了 POSE 第二个的话 请你加一个 这个什么 CSRF Token 这个东西的话 实际上这个是Jungle里面的一个 算是它已经存在的一个 Global的一个变数 这个东西的话 它可以帮你传递你要传的东西 传的方法就不是透过URL传 而是透过它这个Server本身内部 去帮你传 OK也就是看不到 其实一般举例 URL有点像是 你寄信的时候寄明信片 明信片上面都看得到 这个POSE有点像 不是让人家寄信的时候 人家都可以看 而是放在信封里面 再寄 对方一定要拆开来才能看到 所以我们是已经把它包装 包装在哪里 包装在这里 那Jungle里面内部已经提供给我们一个可以存放资料的地方 就这里 OK这个可以查 因为我是查了很久 终于找不到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没有加这一串 发生错误 OK加了它之后的话 改一 改二 OK就这两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 第二个地方的话 这个跟这个 再来还有个地方要改 哪个地方 因为我们这Mainster是POSE 所以我views views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 刚刚我在接收的时候 本来是什么 get 对不对 因为在request 我从另外一端接收的时候也是丢过来request 然后我要去接它的话 User是用get 那你因为Mainster是get 如果说你这边改成POSE 特别注意 这两个方法也要用POSE 否则的话它会漏接 OK 我现在不是寄明信片给你 我现在是寄一封信给你 而且是寄挂号信 所以你要收一下 这样的话才会收到 否则的话会收不到 两边要互相是match的 OK 那这样的话 完成之后的话 所以改总共应该算一个 一两个 第三个就是这一个 这边把它改一下 三个地方改完之后的话 把它存档 存档完之后的话 其实什么事都没做 那你的写法呢 就会变成POSE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再梳理一个错的 也一样 它这边不会有任何传递 任何的URL参数 而是透过那个 那个token帮我们传 有没有 OK 那里面传喔 不是在上面传递 如果正确的话 会不会正确 7月 Enter 还是正确 而且你会在上面 还是没有东西 所以这个方法的话 比较推荐 不然的话 其实有的时候 你传什么东西 都被人家看光光的 而且你的秘密 也很容易被发现 所以技术上的话 当然感觉会比较low一点点 如果你要感觉技术 是比较高一点的话 通常 因为大部分 坊间在交程式的时候 多半用get比较多 因为get比较好理解 那post其实也不困难 以后的话 你这样做 一下就可以做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 我刚刚有把那个 我做完的结果 一样把它贴到这边 就是传送方式 由get改为post 我一样把它写在我的云端上面 其实就是第一个 改这个 第二个加一个token 应该还有第三个 三个的话就是把什么 把那个request 第三个就是把这个request 改成就是request post 本来是request request the get 把它改成post OK 后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